宫女在宫中都属于底层的服务人员 她们的睡姿肯定要跟皇帝和嫔妃们区别开来 这也是为了让宫女们能够时刻记住自己的使命 最后一种原因就是方便她们起身 在古代皇宫中 如果半夜皇帝或者妃嫔们有需要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的话 她们就会被随时的叫醒 这样的睡姿一般都会睡得太熟 一般有什么动静也都能听到 像一些值班的宫女和太监 如果人手不够的话 就会将她们叫醒来顶替位置 不过这样奇葩的规定 如果在当时宫女们不遵守的话 轻则就是一顿毒打 重则可能还会丢掉性命 所以她们为了保命都会服从管理 宫女们除了睡觉受到严格管理意外 就连她们的饮食也要控制 宫女们每天吃饭不不能吃太饱的 而且每天吃的食物中不能有刺激性的气味 比如太油腻的食物或者是大蒜之类的 一旦在服侍皇帝或者妃嫔的时候散发出来 惹了她们不高兴的话也是会被打的 所以为了避免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她们都会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 可见她们在宫中生活的有多心酸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对此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